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家庭安防产品 看看您是否需要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那这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那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这家里的安防产品 可是您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 那在以前呢 传统的家庭安防啊 主要是依靠防盗门和门锁 来保护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但是近几年呢 智能门锁 智能猫眼 智能摄像头 红外探测器等等 这些智能安防设备呢 就开始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当中了 那么这些产品真的好使吗 它们是否可以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安全呢 贺金龙今年35岁 在深圳生活有12年了 一家四口人搬到这家房子后 就一直使用着 当初开发商统一安装的安防设备 贺金龙说 之前他对家庭安防关注很少 但最近小区发生的一些意外情况 让他感到有些担心 搬过来之后呢 就是我这边就是有了孩子嘛 然后老人也过来了 就是现在目前一直都是这种状态 但是小区呢 就是最近一直以来呢 就是会有一些安全的这种隐患 然后也有其他的这种住户被这种 被偷过这种状态 所以对安防这一块呢 我们家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贺金龙说 每次听说有门锁被撬 财务丢失的事情 都会让自己感到担心 虽然自家的防盗门和门锁 还能正常使用 但年头已经很久了 在安全方面总觉得不放心 我们家的这个锁就是从半年开始一直就用这个 就是比较传统的这种 有的就七八年了 七八年的时间了 说到安全 这肯定是并不是很安全嘛 因为它就是一道锁而已 这两年我们的邻居都有这个陆续换这个智能锁嘛 你看这个我们对门这家就是刚换的这个智能门锁 你看它这个就是智能了 小学很多用户已经换成这样的锁了 对对对 特别多 那您觉得像这样的锁的好用吗 好用好用 对门嘛 我们的邻居天天出出精进的 就是有看到它使用非常方便 然后又比较安全 有防盗功能 然后它又还比较智能 贺经龙说 除了担心不安全 老顺门锁使用起来也不太方便 例如自己出门时忘带钥匙了 就要等家人回来帮忙才能开门 有时甚至全家都忘了带钥匙 最后不得不请来开锁师傅 这些年 小区里越来越多的邻居 安装了智能安防产品 贺经龙就动了心 也想换一套 但是更换成什么样的才好呢 他很想知道 现在的智能安防产品 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水平 是否能帮他们一家 解决安全和辩解的问题 深圳华强北市 中国电子产业重镇 具有非常完善和发达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 华强智能家居国际交易中心 位于深圳华强北华强广场 以规模大产业链齐全而分明 我们跟随贺经龙一起来到这里 打算实际看看现在的安防产品 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智能门锁 就是家里面的第一道屏障 我们这个锁的话 它是有密码 一个是密码解锁 然后还有一个指纹解锁 然后还有一个钥匙 还有一个电子钥匙 销售人员介绍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很多 都是智能安防产品 像这把智能门锁 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摆脱的钥匙 通过指纹 密码 磁卡 以及多种组合的方式来解锁 一按 一拧 轻松开门 适用十分便捷 销售人员说 除了门锁 智能安防 还有很多道屏障 来保卫家庭安全 厨房的话 我们更多的是用一些 传感器的一些安防产品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很小的一个摄像机 对 你可以把它放在 家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 比如说 有人在你们家里面 就是非法闯入了 他可以拍摄到 然后把这个人的一个影像资料 就可以留下来 对 可以放云端 你可以放在你的 微信卡里面 销售人员介绍说 还有这种小的传感器 放在家中 也可以有效预防 各类险情的发生 然后另外这个 就是我刚刚给您介绍 那个一个水晶传感器 对 比如说家里面 我给您演示一下 对 比如说它 发生了漏水的一个风险 被手淹起来了 对 然后你看 你们这个方案 就会放起来 那它能传到手机上吗 在手机上是可以看到的 对 这边我们放了一个iPad 你看 是可以看到这个 它会发到你的手机上 对 你看 对 对 你看 还有我们的天然气 报警器 跟我们的烟幕报警器 对 这些 比如说家里面发生了一些火灾 或者说发生了天然气泄漏 都是跟刚刚那个水晶传感器 是一样的 都会给你的手机 发送一条通知 对 然后可以联动你家里面的 比如说你的排风扇 对 可以给你 同时给你打开 看来 现在市场里的智能安防产品功能 已经做到非常多样 便捷性 也较传统安防产品提升了不少 贺金龙觉得 虽然智能安防产品的使用体验 得到了很大提升 但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还是最重要的 现在过来走了这么一圈 感觉智能的东西 现在还是比较好 比较先进成熟的 我就是有一些担心 因为现在网上会有一些 小黑盒这一类的东西 我有些担心 小黑盒这样的工具 会把这个锁打开 这一块我是有一些疑问 然后还有就是说 现在的个人信息的泄漏 是不是对这些安全锁 或者安全的这些信息 有一些影响 市场上销售的各类安防产品 在安全保护方面 是否有了显著提升呢 周军 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秘书长 作为智能家居领域的专业人士 他将带我们去市场里详细看看 现在的智能安防产品 有哪些新的功能 产品的安全性方面是否有保障呢 因为前不久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就是说 我们有这个黑盒子的事件 就是黑盒子把很多智能锁 直接去解锁 但是当时呢 因为在左门国内的 举于1000以上的这种锁 基本上都不会有这种问题 但说实话 想去破解智能锁 应该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里面除了原有的这种机械部件以外 它还加了电子性这个部件 通讯部件 那这个锁不是简简单呢 就是说你通过一些暴力的方式可以去破解 你原来暴力破解机械锁的话 很简单 你扎完以后就可以进去 现在你只要用暴力破解电子锁的话 它会通过无线信号传出到业主 所以它的安全性比原来要强很多 周军说 虽然智能门锁的技术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着安全 但在挑选时 还是应该挑选知名度较高的品牌 同时还要注重门锁和门的适配度 这些方面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那么除了智能门锁 其他的智能安防产品 在消费者最关心的安全性方面 又表现如何呢 这个就是智能猫眼 智能猫眼 智能猫眼最大的功能 就是说它跟锁有一个联动 同时像这种猫眼 就是说它带有乘处的功能 同时上面还有门铃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 它有个门铃的功能 这个时候就是说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 如果在沙发上的话 我就不需要去远程去看 我就通过手机可以去看到 外面的业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通过手机就能看到门外的情况 并与门外的来访人员进行对话 这种方式的实际应用效果如何呢 我们决定和市场工作来源体验一下 您这张手机上您能收到这个信息了 您能收到了 对 您好 哦 这忽然听到了 您现在我想记得的话 您能用手机有空来开门吗 好的 你稍等 好的 你可以开门了 用手机就可以把门打开了 对 包括小孩不在家 或者老人没有带钥匙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远程的这种看门 智能猫眼看画面更清晰 使用上也摆脱了观察距离的束缚 拿起手机就可以实时掌控门口的移动 做到远程看家 不仅如此 智能猫眼也可以及时录入门外的移动情况 我们这个猫眼呢 除了猫眼和远程监控的一个歌呢 并且跟连锁联动 那么它还能实现 实时画面的一些抓拍 比如说有陌生人站在你的门口 我们设置一个时间 比如说十秒钟 它超过十秒钟呢 它会实时地把这个画面 把拍摄下来 并且存储到我们 这个后面的主机上面 然后并且可能会发送到你的手机上面 这看就是我们14点11分拍的画面 刚刚我们站在门口 就是您 刚刚我在门铃的时候都拍到了 对对对 已经拍到了 除了能远程看见的猫眼和门锁 接着发现 市场里还有很多传感器类的安防产品 周军介绍说 之前这类安防报警设备 在国内的应用还很少 所以家庭发生火灾 燃气泄漏等情况 都难以及时应对 但现在各类传感器 正进入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家中 并有效避免了许多险情 其实以往是没有太多的 家庭安防的概念 因为这个其实美国目前一直做的是比较好 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 那么我们国内原来是住住环境的中间 老百姓没有关注到这一类设备 比如经常会到冬天的时候 出现家里的燃气泄漏 然后出现一些安全性的事故 那时候是没有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 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慢慢地认识到 在居家里面 除了健康 除了娱乐 还有安全 这是在家庭生活中间 用户提供了三个非常必要的这种要素 周军介绍说 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 如今的智能安防设备 可以很好地解决延迟时间长 信息传输慢的问题 可以通过网络传送高清视频流和画面 实时精准地反映各类情况 并联动各类家用设备 对突发情况进行处理 可以预见的是 5G时代到来后 智能产品也会更广泛地应用到 消费者家中提供更好的居家体验 家庭安防整个的市场规模 增长速率还是非常快的 那么每一年可能会有 将近300%的增长率 那么在这中间就是说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说消费者越来越多 对家庭生活中间的 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高 那么同时呢 因为中国的住宅环境 跟国外是不一样的 中国是小区性的住宅比较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房开商案也好 装修公司也好 会把家庭安防的产品 作为前端 植入到家里面去以后 所以这个体量就会非常之大 周军告诉我们 随着全屋定制时代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智能安防产品 会作为标配进入消费者家中 更好的和家用设备结合在一起 也不需要由消费者自主采购 无论将来安防技术会如何应用 最终目的还是让消费者家里更安全 使用更方便 那么市场里的这些智能安防产品 在消费者界的应用效果怎么样 是否真的安全便捷又实用呢 出门不妨 远程看家 手机遥控 家电联动 什么样的安防产品 让你出门也能放心 智能摄像头 红外探测器 还有用手机控制的猫眼 这些智能产品好用吗 入货调查 体验测试 看安防产品玩起哪些新科技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怎样让家更安全 我们来到深圳市南山区的一处小区 这里的住户崇贺家正准备回家 他刚刚为新装修的房子 安装了一套智能安防设备 我们打算和他一起去看看 家里的安防效果怎么样 我们发现 从开锁到走进屋子里 整个过程只用了五秒钟 而开锁过程只用了两秒 随着门锁的开启 廊灯 餐厅灯和客厅灯 也会逐一打开 非常方便 它这个门锁呢 它总共有三种模式可以进行操作 一种是就是密码的形式 一种是这个卡 有一个就是IC卡 可以通过卡来开锁 还有一种就是通过指纹 通过我们预先录入的指纹 来进行一个开锁 这个门锁相对于传统的门锁 就是安全性会更高一点 因为它没有这种机械的锁孔 这样别人会撬锁 或者这种形式来把它进行打开 只能通过这种电子 我们预录入的这些信息 才能把它打开 不仅如此 这个门锁在出门时还有其他功能 这个门锁在我离家的时候呢 通过一种操作进行一键布防 就一键布防呢 一是把家里的所有的灯光 就一键全部关闭了 就不用我再一个一个去关这么麻烦 还有一个就是启动这个红外探头 比如说我在家 家里没人 我启动这布防模式 有人闯入的时候 通过感应这个红外探头 进行一个报警的这么一个提醒 然后你的手机上也会收到这种提醒 然后可以通过监控 来试试看家里的情况 门锁作为家庭的第一道防线 重合家表示已经很放心了 走进家里 可以看到整间房子的硬装已经结束 这个阶段就剩下填充家具了 重合家告诉我们 这房子的面积有170多平米 装修完成后老人和孩子都会住进来 所以安防措施也是一家人很关注的 那么除了智能门锁 家里还会有哪些新奇玩意儿呢 红外探测报警 现在他就已经赶紧到 对 现在他已经开始报警了 就只能通过咱们手机进行撤房 他才不会报警 记者刚一进门 卧室里就响起了警报声 不法入侵行为当即就被发现 重合家告诉我们 这都要归功于墙上这个不起眼的 红外探测器 只要用手机开启了不防模式 这个房间里有一点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他的发言 对 因为这个卧室里 这个靠近阳台 就是楼层比较低 就怕外面有人什么人 通过阳台进到咱们家里 所以安了一个这个红外的 然后也是通过手机APP 可以设置这个不防模式 这样有人如果从阳台进到咱们家里 他这个也会报警 看来想擅自进入这个家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红贺家告诉我们 南方家庭大多都有室外阳台 而阳台与房间 通常只隔着一个推篮门 这样就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而放着一个红外探测器 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而这些安防设备 用这个控制面板或者手机 就可以操控了 在家时关闭不防模式 出门时再打开十分方便 这个是一个控制终端 在这个上面提成了 就家里所有的灯光 安防等等 这种智能的控制都集成在这个上面 在这里的这个上面的安防模式呢 除了在在家外出车房这几种模式 还有一个救请模式 这个救请模式是可以选择性地控制 哪一个红外探头进行打开 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就是房间里的 这个红外探头咱们就不开了 因为人在里边 但是可以通过这个模式实现 比如说大门口啊 阳台口这种地方的 这个红外探头呢 是还是在工作中的 除了预防这些人为入侵的危险 充合胶在家中还装了一些检测用的小物件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个燃气暴警器 就家里比如说使用热水器或者煤气 有泄漏的时候 它探测到以后就会进行一个暴警 然后咱们的手机上呢 也会收到这个提示 然后同时联动家里这个新风系统 会打开进行一个换气排风的一个操作 然后家里窗户装了电子推窗器呢 也会把这个窗户自动打开 进行排风排烟 个头不大的燃气暴警器 只要插在插座上按下按钮就可以工作了 对于家里安装的这一套安防设备 充合家还是很满意的 花费不多 方便省事 而且还是智能化应用 让自己不再担心 在深圳市南山区 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数码发烧友 吴孝宇 同时他也是智能安防产品的忠实粉丝 我希望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当我离开家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能够知道家里面的一些情况 因为现在来我曾经被小偷 就是进来家里面 然后我在睡觉 到我旁边买的一个新手机 直接就被我拿 就给我把它偷走了 然后她到我母亲房间去偷包的时候 被我妈发现 然后当时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直接跑掉了 跑掉之后结果 就开始在家里找到底是有哪些东西丢了 然后就发现手机丢了 新买的手机不一而非 可是令吴孝宇懊恼不已 那次经历 让吴孝宇意识到了家庭安防的重要性 就是以前的话 对于安防这一块 我们普通家庭里面来说 没有这一块 第一是市面上没有合适的产品 第二可能说你如果要去装的话 价格会很高 但是现在的话 就是民用级别的这些安防产品 都很丰富 而且大家可以选择的空间很大 现在吴孝宇的家里 除了装备智能门锁 她还安放了一个智能摄像头 全天候保护财产安全 防止不法分子再次行迁 它其实是有一个功能 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 就是在我当我不在家的时候 特别是几天不在家 这一段时间里面 有任何物体移动 它就会直接 首先第一它会报警 它会报警 然后我的手机上会能够看到 一段12秒的一个视频 这个智能摄像头 估计可以通过手机实时监控 还可以检测到家中 是否出现了异动 并及时推送报警信息 全天候守护家庭安全 吴孝宇介绍说 购买这些安防设备 除了可以让家更安全 产品本身也带有一些趣味性 比如这款智能门锁 就有一些好玩的功能 比如说我现在进去的话 它能够跟我家里的其他一些 家用电器连在一起 我们先看一下 你看 然后当我进来的时候 家里的电动窗帘是打开了 然后风扇这些 它也是随着它的一个开启 然后就直接都是一个联动的状态 智能门锁不仅可以简化开锁过程 还可以和各种家电联动在一起 电动窗帘 风扇 空调 灯光 都可以 通常在人们的印象里 这些家用产品都是独立运作的 那么吴孝宇是如何让它们联动在一起的呢 吴孝宇告诉我们 墙角的这个不欠的智能网关 就是让家电联动的桥梁 它可以通过无线方式 与智能交互终端等产品 进行数据交互 这样门锁和家电就可以连接起来了 不仅如此 吴孝宇说 这个智能网关还有其他作用 其实像这个网关呢 它其中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无线的这种开关 它呢 如果它里面是类置电池的 但是如果说是以蓝牙信号 或者其他信号 来进行一个关联的话 它的这个电池耗电会很快 然后呢 网关的作用就是说 它会产生一种另外一种信号 但是呢 它那个信号的话 是一个很低能耗的一个信号 所以它能够保证 这种无线开关 可以里面的一个小的电池 能够再管三年 就包括除了无线开关之后 还有一些 就是说不需要通电的一些设备 它能够持续地有一个续航 通过智能网关 门锁就可以连接各种家电 进行场景化控制了 而且相比于其他的连接方式来说 更加节能 当然智能门锁最重要的功能 还是得保护家里大门的安全 不能轻易被图谋不轨的人打开 其实像这个门锁的话 如果是有人在外面 刻意去破坏它 第一个是这个地方的锁心 如果有人刻意想 从这个地方进来的话 它是我的手机上 是能够有收到提醒的 你看这智能安防呢 可以解决传统安防产品的 许多痛点 智能门锁 智能猫眼使用起来 更省心也更便捷 那安全性呢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智能摄像头 以及各类家用传感器呢 也可以有效地预防 许多突发情况 让您能够及时地了解 家里是否出现了异动 那我们建议您 在购买安防产品的时候呢 要选购一些 带有权威机构认证的产品 比如说EMC认证和3C认证 那这样的产品啊 在之后的使用过程当中呢 也会更有保障 当然随着全屋定制的发展呢 智能安防也会作为标配 进入到越来越多 消费者的家中了 那在这方面 作为普通消费者呢 也将会越来越省心了 智能照明 线上配灯 语音调节控制 这种灯为什么能在不同季节里 带给人不同的感受 又为什么能让食物变得更加诱人 琉璃灯 原石灯 发廊彩灯 心中式与传统中式的灯具 有何不同 风扇灯 磨镜灯 植物灯 五花八门的灯饰 又如何才能装扮你的家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走访灯饰之都 探学灯具里面的新科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些了 如果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 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愿意拿出来分享 如果您了解一些 不为人知的消费内幕 或者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 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都欢迎您扫一扫 我们屏幕右侧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消费主张 官方微信公众号 那通过留言的方式呢 把您的遭遇告诉我们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